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跟自己的吉他名一样 对不对 因为怕说 今天我去认识了他 如果说真的跟他不合 我觉得这样都对我妈妈跟阿姨不好意思 因为相亲真的很不自在 各位好 欢迎收看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竹男往事 邀请到三位来宾 首先是我们的本子人 王宝珠师姐 师姐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 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美丽的家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陈希峰 毕首 您好 全球大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请教一下宝珠师姐 真的整个好姻缘走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说 怎么跟我嫂嫂当时候 要取经我们家门的情节有点雷同 但是我没有去想这么多 也是要感恩 因为我妈妈就只有一个女儿 我也是会想说 我找的对象一定要我妈妈喜欢的 所以一定要我妈妈同意我才会结婚 但是她要帮你安排相亲的时候 你是拒绝她的不是吗 因为相亲真的很不自在 了解 而且在那个时候的年代里头 都会讲说女孩子要留一点 让人家打听 对不对 果然这门分室是打听来的 阿嬷是因为认识妈妈看到妈妈 而觉得女儿一定不错对不对 对 阿嬷有亲口告诉你 没有 因为我妈妈去买建材的东西的时候 我阿嬷就走过来 说你怎么有女孩 我妈妈那时候笑笑 她就找没人去讲了 直接了当是最快的 其实像这种相亲 我觉得身在现在年轻的家卫 你是怎么看待 一开始真的是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是我现在反而觉得还蛮羡慕的 觉得有长辈帮你看着 真的是一种福气 真的是很有缘 如果说现在的话 我也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 对啊 就像朋友之间 我介绍你认识 只是跟以前的那个方式不一样 以前可能就会说是相亲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 朋友之间帮你看着 尤其现在很多 可能家庭里面不见得是有兄弟姐妹的 都是朋友 所以我们的另一半 我们的朋友 有时候就是要靠朋友志趣相投的 个性相仿的 或是互相了解的 女生很担心这件事情 男生会吗 妈妈跟阿姨他们有试过说 我认识谁啊 想到亲戚校给你认识 那当然我口罗上会说 我好好好 就跟自己人机舱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她说今天我去认识了她 如果说真的跟她不合 我觉得这样都对我妈妈跟阿姨不好意思 对 所以在这一段的时候 你还蛮能够理解机舱那时候 为什么其实也会能拖则拖 我能推则推的心情 对对 有一次我带师兄去跟我大嫂认识 因为我希望我大嫂也能够认识她 因为我会听听她的意见 那去了我大嫂感觉很好 所以我们又进一步再交往 而且我们上班的地方又是很近 都是在中山北路附近 所以她下班会过来这样 就有可以多一点的机会 可以多认识多了解 对对 她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吗 她比较内练 她如果说要健谈 她是越老也比较那个 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比较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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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少化 少化 然后年纪越大反而会比较多化一点 因为她有在 现在在慈禁有在开那个读书会 她很想把上人的话分享出去 我觉得她越老越好 像我们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 连我女婿我孙子都会打电话给她 她会怎么去跟她讲 我刚拿到这剧本的时候 我还没翻开 我会觉得师兄要演师兄的话 一定是因为占比例的话 师兄的话一定会很多 那我拿到剧本我就开始翻 这师兄好像话很少 那还没跟本尊见面 我说真的吗 是她本身话就这么少吗 结果跟本尊见面聊了天之后 他真的话比较少 当然啦就是剧本是看归看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能把师兄 他该有的那种感觉把他演出来 就是也不能太over 那也不能说让观众觉得 哇这师兄好像这么木讷 我们也希望呈现就是 那个哪里要哪里的很好 但是身旁这一个人就辛苦了 因为他的台词少表示你的台词很多 你从这么多的台词 这么热心的个性 有没有觉得哪些优点 真的是可以呈现出来 做一个女孩子可以去保留的 我觉得就是刚强坚韧的精神吧 她储乱不惊 就是她在那个遇见 遇到事情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冷静 然后讲出来的话会让你觉得 这女孩好懂事好独立 她是最小的最小的孩子 然后被大家保护着 可是她又展现出的是 很像是大姐 就是会觉得这孩子 会让我觉得很不可思 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 如果是我 我觉得会很受伤的事情 会很难说 可是她又没有 她都会觉得说好像 她已经想到很后面了 就是你还在想前面的困难的时候 她已经想到很后面 把事情都已经想完 然后学说没关系的 或什么什么 然后跟老公就是说 好OK我自己带孩子去 如果一般这样子的 在一个被保护之下的家庭小孩 如果到了这样的家庭 遇到一些更大的困难 跟先生的摩擦 那个摩擦是会让你心很痛的 但是她没有心痛的感觉 她就是表面上都很坚强的 她就是会觉得好像就是 已经都什么都准备好 就已经料到她当妈妈 就会有这一面了 听到我们的家伟分享这一段 其实我很感动 表示说后来年纪越来越长 困难越来越多 她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家 还要做嫂嫂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部分很精彩 家伟在这个部分有很多 很好的表现 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急仓师兄 做她的后盾 是 因为他们家的经济 也曾经起起伏伏要面临的 请大家持续收看我们的竹男网视 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家的回客室 我们下次见 有时候是人生经验的关系 就算是拍戏 你要真的去站在她的立场 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个真是不容易的 对 然后我这部戏 第一次就是从这么年轻 演到当妈妈后期 就是一个这么完整的生命 在我的心里面这样子慢慢的萌芽 慢慢长大成大树的时候 那个过程是很感动的 这个地方我说是基隆的海关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港 港务局 我从来没来过 你从来没来过 我也没有 其实我没有来过基隆市这边 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觉得蛮复古的 其实它很多建筑物都是老建筑 就还蛮有一个味道 有点像我在大陆的 北京啊 某些地方这样子 你在当下 其实像竹男网视这个戏 我们有很多现场的景 就真的是那个年代 你一进到那个场景 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嘴里 一直在哼一首 那个年代的老歌 比如说我家 在迪华街那个 我们叫我们王家的米店 那个一进去 我每次我都一直 一个人默默哼着那首歌 就很有那个感觉 很棒 我们这样划头虚诚 我来生理做得怎么样 他说 生理都生了 而且 在香港客户附近那几家 拼起一两的米 都会坚持到 好 这样厉害了 现在要拍的这场戏 已经拍了第三次 因为碰到下雨的关系 那因为它是个老房子的天井 下雨都不能拍 那有联系问题 对… 你会不会再来一点 五 四 二 三 二 我喜欢这个天井 因为我觉得它也很有一个 自己的小天堂小天地的感觉 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 我有在想说 以后自己的房子 是不是要来设计一个这种 硬要打一个天井 对 就做一个 做一个复古型的天井 我觉得感觉又非常棒 比如说因为 我在运动嘛 骑重机干嘛 就重机停这里 你就觉得很开心 很舒服 老公 等一下 拿好 随后啦 好 这是我们的 十井之一 这是完全是复古的场景 完全是十井 这是我们的厨房 也是空间非常大 而且你看连那个灶 都是真正以前古时候的那种烧材 然后放到下面去烧 然后上面有大的这个锅子 大铁锅 这么大的 实景的 非常非常酷 你就到现场 你就会觉得不由自主的 会稍微的 有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感觉 真的就是很复古的 感谢说